他与一群骇客在网络上搜集并泄露各国国家机密 澳洲政府为此诋毁他 英国审判他 瑞典引渡他 美国则要追杀他 但是他却因此得到无数的和平奖章与新闻自由奖章 他们是英雄 还是危害世界安全的麻烦制造者 9月13号周五晚间时点 主题之夜 危机反叛军